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我是负责开发工具的Fremmer 今天为各位介绍有关于 Foundsting Server 2013的版本管控机制 跟它背后的运作到底怎么做的 并且跟各位说明 这个我们操作的整个scenario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Foundsting Server里面 它到底跟其他的版本管控工具里面 到底最大的差别是在哪些地方 其中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版本管控 在check-in到server上的时候 到版本管控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个check-in的policy 让我们来去做follow 以前的话呢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限制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开发功能 到底我check-in哪些的source code 到我的这个server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您可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policy 比如说有secret injection的团队 这个程式嘛 那就不允许check-in 或者是说呢 我们公司或者是集团内部里面 有一些的api 是不允许使用的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制定我们的policy 让我们去做follow 当我们通过policy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这样子的source code里面 一次check-in到这个server上 如果你同时修改了五个档案 或者是三个档案 那它这里面的话呢 就会批次的去做commit的这个change的动作 如果说有一个档案 这个没有commit成功 或者是没有check-in成功的话呢 它就会全部unload掉 确保就是说我们的档案的check-in的这个内容 是一致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在以前 如果说各位的有朋友有用国vss6的话 其实就会遇到一个文就说 有些档案如果掉了 它commit没有成功 或者是太久了 timeout了 那可能它就会 这个就会发生部分成功 部分失败的这个情况 就保证没有办法追踪 那我们在这个commit的过程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 一定是想要知道说 我这个bug的修改的内容 是改到哪一些的source code 改到哪一些的版本 我们这里面都会有对应的changeset 会有单独的编号 帮我们去做对应跟管理 这样的话呢 以后我们的团队的member 就很容易的可以找到 到底我这次的变更的内容 还有哪些档案是要一并去做review的 这对我们团队来讲 跟同仁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所有的source的变更 也会去做通知以外 我们也必须要跟我们的 这个工作单 需求单 bug单 我们去做连结 因为呢我们的团队 在去做开发管理商的时候的话 并不是 没有任何的需求 我们就可以去做变更 一定是根据我们 业务单位 或者是业务上的需求 而决定 要去变更哪一些的source 根据这些source的部分 去做连结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我们的团队的member 不需要再去花时间 去写我们的变更的异动申请单 跟我们变更的这个档案清单 有很多的团队会花很多的时间 去写我的自己的source code 变更了哪些档案 改了哪些的内容 改了哪些的范围 对于是哪一个哪一个 这个bug单的需求 那他非常辛苦 等一下去做 这样子的这个对应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访问社会就可以 藉由这样子的部分里面 我们来去做这个tendability 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工作单 找到我们的 这是变更的change set 根据这个change set 找到 到底变更了哪一些的档案 哪一些的版本 或者是说 我可以从变更的档案可以知道 我到底跟我这次修改的内容 一次修改的档案有哪一些 而再进一步的追溯回到 我有哪些的这个工作项目 好这个对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帮助的 为什么这个我们在团队里面 需要去做管控 就是希望能减少跟帮助我们的团队 同仁的ever可以降低 让我们在建立sop 跟我们的performance的这个效益的项目里面 可以有个平衡在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版本管控工作项目里面 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差别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在版本管控里面 统一可以用visia studio连进来的时候的话 您可以看到 右边会有一个team spoiler的这个首页 那我们从这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有我的工作 然后呢有原始档控制总管 大部分的团队的话 都可能都会是直接从这个 这个档案重管的部分里面 开始来去着手 或者是去修 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程式码里面 直接去做变更 那但是的话呢 其实现在我们会比较建议 其实呢 我们希望按照我们平日工作的习惯 来去作业 所以呢 其实应该是 如果我们以后有指派工作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到我的工作里面来 好 这里面就会看到 这里面有这个我的可用工作 然后呢 都是这个pm 然后指派给我的工作内容 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工作内容 来决定 我今天要做哪一些的程式码的修改 好 那我就开始认领完这个工作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到我的这个专案档里面 直接去做程式码的异动 或者是做程式码的变更 根据程式码变更的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程式码的变更的内容 好 比如说 好 今天是2004 25号 好 我可能会有 第十个版本 好 那我们就去做了变更 只要我们在这里面做任何的修改 好现在在开发工具里面 好他就会自动帮我把这个档案去做 确靠的动作 好 那同样的 当我们回到 Tim Spolar这个首页里面上 可以看到 我现在 刚刚所连接到的工作里面 就会跟我的这个工作的变更的项目里面 连接在一起 这代表就是说 以后我的工作的项目内容的话 就可以根据我的作业的内容去做变更 而且呢可以帮我去做工作单的关联 我们的工作单关联以后 我们再去做迁入 好 我们就可以去做迁入的动作 如果确定完没问题 他就会问你说 您是否 针对我们的Source Code 去做变更 好 那按确定 好 那我们就问说这个 变更内容是不是OK的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都会有开这个 Checking Policy 好 这个Checking Policy 开了之后的话呢 您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工作 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您是得需要去做程式码的变更 好 比如说我去update我的 about的档案内容 好 跟日期 好 那我就在这里面去做注解 好 按了确定 好 就看到out 刚刚的这个变更的内容 好 它就会挡住 而且呢的确又少了一组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知道说 到底有些policy 你去create的话呢 你就可以要求我们的team member 所做的这个source code里面 是 是 是 没有符合policy的话 没有符合公司的团队的规范 那我们就不允许check in 好 那这个check in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policy在哪里做设定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直接在 这个装安控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会有 原始档控制 每一个专案的policy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做设定 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会有 是否决定 可不可以多个人同时签出 好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这个团队里面的话 只要签出的这个部分 大部分都会去选择 多层签出的动作 那如果说您的团队 跟VS 呃 希望跟VSS6一样的话 只能单一人签出 那这里就可以打勾 把它去掉 好 那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决定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 这边会有个迁入原则 您就可以在这个迁入原则里面的时候 自己去决定 我们要根据哪些的入文 我们把它加进来 好 您可以每一个项目里面 自己去做verify的动作 这个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 其实是真的还蛮方便的 好 那如果说这个policy 你可能不想要 那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那我们再把它放进来 以后 好 那我们再去做前入的动作 好 可以看到 刚刚的policy的这个入文 就没有了 那我们这里面再按前入 他就可以正常的check in 进去 那当然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 可以看到 并不是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有权限去做变更 好 他可以根据这里面的需求 来决定是否要去做变更的内容 这个对我们团队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项目里面 通常我们在去做开发跟管控上的时候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challenge是 我们的工作的内容可能因为程式的需要而修改到一半 好 可能在这里面去做程式的变更 好 比如说一样是25 好 VX1的版本 去做完变更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工作都临时会有插单的情况 或者是有些突发状况需要我们紧急去做处理 那我们手上的工作如何停下来 然后呢 切换到新的工作上面 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做人工的备份 做完备份之后 我们再去做合并 现在呢 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我们现在的话呢 只要在我这个工作里面 刚刚所有修改的内容 按下暂停 我们就可以把这手上所有的工作呢 把它暂停起来 好 而且呢 手上所有的source code的版本的话 它都会帮你还原成 你原本没有改过的样子 好 我们再把这个source code 再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各位看到 它的这个项目已经undu还原回去了 这里面的版本 已经是恢复成原来的版本 好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我们真正想要做的工作 好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会说 这个是 这个是 一样是新的版本 12 12 OK 然后呢 这个可能在后面 比如说啊 这个是 framework 修改的 确定完没有问题的 按 抱歉 好 我们按这个 迁入的动作 我们把这个source code check in 进去 好 好 把初解打上去 确定完之后的话呢 这个最新的版本的source code 已经被我们改掉了 那我可以再回到我的这个工作内容 好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 在我的工作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 这个 那个 临时修改的 bug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如何回到原来的版本上 好 然后把刚刚改到一半的source code 拿出来继续去做修改 好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以前 你可能得要人工的方式去记 到底是哪一张工作单 然后呢 等哪一些的工作 我要去做这样的切换 然后等下人工备份 人工还原 然后这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跟Aven 现在 您只要根据这个项目里面 它就自动帮您记录下来 然后呢 我们直接选按指示 它就会帮您把这样子的source code 还原回来 然后呢 并且呢 帮您把这里面的source code内容呢 整合到现在的版本里面 而且呢 如果我修改的档案 就像如同我刚刚demo看到的 我是修改同一个档案的话 那它就会主动跟你讲说 您现在所修改的这个程式码 跟server上现在这个版本里面的内容 有差异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决定 是要还原我们的 要丢掉我们的 还是要保留我们各自的 还是说要合并 通常的话 我们都会选择合并 去确认你到底要哪一边的source 那如果说这个里面的 我们这次修改的内容 是真正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可是上次是这个 这个紧急处理的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覆盖掉 那或者是说两边您都要 那您可以先选其中一边 然后再选另外一边 它就会合并起来 或者是说呢 您可以按照顺序的方式 先选择server上 再选择您的 这个下面的版本 就会直接显示合并的内容给我们看 确定完没有问题 我们按接受合并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做程式码的修改 那您现在看到 我现在server上的这一个的版本 About的这个版本 它现在就会直接帮你把这个所有的内容 合起来 好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是现在在仿急社会 2012跟2013的版本里面 这有提供到的一个My Work 这样子一个工作项目 我的工作 好 藉由在我的工作里面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团队Member 其实它并不会去记 到底有哪些档案去做修改 我们通常团队在开发的时候 记忆的是 有哪一些的工作内容 然后去做变更 根据这个变更的内容 来决定哪些单子要插单 哪些单子要后注 哪些单子要deliver 用这样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的团队 去做工作单的管理 好 那我们在这个工作项目里面上 如果说之后里面 这个工作内容是觉得 是想要再把它拿出来 再去做确认的话呢 这边所有的那个 暂存的内容都会保存下来 这个对我们团队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版本管控的工作的项目 我们刚刚如同有特别提到的 所有的版本管控的定义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入口网站里面 可以直接看得到 好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 好在我们的入口网站里面 好以前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版本管控里面去做纳管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server上 网页的版本也可以去做程式码的变更 而且呢程式码变更里面还可以去做review的动作 好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异动的sauce 全部都会可以看到所有的review 包含到我们想要去做review的内容 好编更的内容 做完的记录 这里面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做tentability 而且呢我们在做co-review的动作 也可以透过网页的方式好来呈现 好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 我除了去做全新公開的话 我也可以看到 我可以在每一个folder里面去设我们的安全性 那可能我现在针对于我的这个网站的部分 比如说我某些的网站想要去做安全性 我可以直接在那边去做安全性的这个项目 那当然这里面除了看内容看检视记录 现在在2013的版本里面也可以直接提供 Deep的下载 好直接让我们的同仁 或者是让我们的外包厂商 或者是某些特殊用途的同仁 我们可以直接把source code 整包的把它download下来 就有点像github那样子 你可以针对整个source code的部分里面 去做download的动作 好那我们先选这个权限 权限的部分一样的 我们可以针对于每一个档案 抱歉每一个group 去决定您是否可以做合并 您可不可以做修改别人的change set 或者是说create tier label 当然基本的签出签入的动作 这个也都有去做提供 如果说这里面没有设定 我们就全部都集成 如果说有特别设定的话 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个项目里面去做管理 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针对于单一的档案 好我们去做全线的管控 所以您可以看到 我现在某一些的这个全线的部分里面 我可以针对某一个档案去做 这个全线设定 这个也是以前比较没有提供的项目 这个对我们团队来讲的话 是显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那当然我们在版本管控里面 所有做的并更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去做review 以前review的动作的话 很多的团队有很大的访问 就是说我要开所有的source code 得必须要开video studio 那我可不可以用更便利的方式 或者说可以用更live way的方式 来去做review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所有的review的动作 好我们全部都可以直接在这个过程里面 直接去看到review的变更 好根据review的变更的项目 我们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直接去做注解 好我们就可以去去 比如说删除不必要的注解 好比如说去除 不必要的内容 OK 那把它按enter 那这个以后的项目的话呢 我们日后在所有的co-review的阶段里面 比如说我们拿12跟15的版本 我们在这里面去做的任何的review 好比如说我回到原案版本里面 我就可以看到所有变更的历程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拼解我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去做review的动作 按照一般清单的部分里面 我也去看每一个的变更内容的过程 好我们在做co-review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其实各位就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版本管控里面 并不单单只是为了要去做我们工作产出的review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去做让我们的管理 让我们团队产出的管理可以更容易更方便更直觉 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上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直接在我们的网页上面配局的变更 我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去做这样的修改 而且呢这个的修改的内容还不会出现在source code的项目里面 它全部都是在Fundering Service的版本管控记录当中 那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程式嘛 所以这对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review的过程跟变更的过程 以及注解的内容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前你可能得需要把这样的注解写在别的地方上 现在您可以直接在版本管控里面 您就可以针对于你觉得有疑问的source code 直接去做comment的处理 然后呢再把这个工作deliver给我们的团队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针对我这个回复内容的时候 里面说明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做回复 所以呢这个大大的就是让我们的团队说 啊我不需要再连到别的地方上去做程式码的变更 然后呢去回复记录 还要去写另外一份报告文件 这个全部都可以删除掉 好希望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项目里面 好跟这个工具的介绍 可以帮助到团队如何更有效的去运用 仿制运设备的版本管控 并且呢让你们的管理可以更有效的去缩短管理上的时间 跟整个REC的动作 就不需要这边一个REC 那边另外一个REC 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